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有些他自己还没有发现的事情可以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 这是一个一比一的霸王龙 树纸 你出图然后请工厂做的吗 没有 一开始是想自己做一个霸王龙大战三角龙 之前有看过赵长老师的一个展览 然后我去找他 我是想要点数据 他正好有一个撤下来的一个恐龙 然后我就拿过来在这里重新拼装了一些 但你对化石有兴趣吗 有 我家里有一些 你认为他们根据化石所想象的恐龙的样子是正确的吗 不知道 所以我也特别想穿越回去 但是我能确认的就是像我上面种的这些植物 有些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比较古老的东西 我那天我在研究一个动物叫做海翘 走 我上面有 我那有 你有吗 我有 我有 看我这里面就有一些古生物的东西 你看这就是化石 这是宽纹海豚也是一比一的 然后这个是最后一只肚肚鸟 是我从博物馆让它们帮我们复制出来的一个骨架 但这个就是真的 这个您可以猜的这是什么 就它的姿势其实它平时在鼠软带着 对对 猪猫鸟 这是一个猛马象的脚 但是我现在始终怀疑我这只猛马象不是一只猛马象 卖的人说它是从一个地方挖出来 他们确认它是一块 但我感觉磨损程度好像不太像 这个我有 是吧 看照片的 这是大王巨族虫 最近被做上拉面了 这是我看过最多恐龙 等我收拾好了应该会展示得更好一些 您看我这所有的柜子这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柜子如果跳到一个上帝思想去看我这几个柜子 就是小的时候玩的一个游戏 俄罗斯方块 所以我这底下带着骨骆可以互相的拼 然后想象它从上面往下看 还是你真的看得到 我自己经常会跳出来去看这些 我觉得他说不定就是某一个族的人 就是他不一定是血统上的某一个族 他可能是精神上的某一个族 或者是生理结构上具备某一种特长的族类 所以我会问他说你有没有遇过同族的人 就是他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照理说他所参加的节目都在考验大家的特殊的能力 那是不是他在那个节目里头会有一种遇到了同族的人的感受 还是他觉得没有 就他就是他自己 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 沃尔沃S90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云自北欧挪威的高端天然饮用水品牌 沃尔赞助播出 喂 邝勇哥 黄玉衡先生 谁呀 好久没见 你好 我们上次是什么时候见的 在七八代会 是 王玉衡会出现在我们的注意范围之中 应该是因为他上了节目展现了非常特别的观察力 节目没有找到你之前 你自己知道你有你的能力展现出来会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吗 没有 江湖上肯定有人在传这件事 节目组才能打听到你这号人物 其实我是在每一个小的圈子里面做的还可以 大家都觉得甚至有些我们起个外号叫王有才 就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 但是我去节目不是因为节目组听说了我才去 也不是因为我当年什么状元跟着都没有关系 而是因为我自己写了个东西 我在查一个古生物资料的网站里面 他们蹦出了一个像智商的一个提的一个东西 我做完以后给了我一个卷 就是让我去填报名表 我就去搜了一下 搜了一下 结果我一看 这每一期的项目 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两个 我可以很轻松的去做 然后我就大概就写了一个就像解密一样 就是比如这个项目怎么样 这个项目怎么样 大概这么一个 就没想过什么 就发过去了 那么后来他们打电话也问我 说这些你都可以吗 或者什么 然后我是觉得 对啊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北京春秋老大 所以那些叫你网友才的那些网日的朋友们 他们认识你的时候 有觉得认识的是一个有才的人 还是是一个奇才 只是因为那会儿我就是琴棋书画 样样知道 但是稀松 可是比如说 对比如养花 养鱼 养鸟 所以你是西方定义的博学家 算不算 我就肯定算帮什么什么家 我也 我就是有这么一个 可以任意我胡闹的一个家 来 纳尼亚橱柜 纳尼亚是你几岁的时候读的 那是很小的时候了 所以那时候最打动你的是衣柜通往另一个世界 对 这里面是个滑梯 从那上面可以滑下来 楼梯下面是可以看书 小的时候在水泥管道里玩 所以呢 我这里做了一个圆的 然后我就可以躺在这里看书 这个的高度呢 正好是我的头的高度 如果有人躲在这里面 我在外面就可以看到 看到这些洞 还有这些墙 都是我重新自己做的 我这个空间里有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一处是直角 所以你仔细看那个角 你觉得是不是它无限远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人 是没出来的 如果你找一个工人来帮你做 他们肯定愿意做直角的东西 然后到这个顶上 他们一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三面都是圆角的时候怎么办 这边就是我的小画廊 你看这全是2001 然后这块也是做了一个 有意思就是 如果咱们两个人 站在一个角度里面 就很少人能分进 我这里到底有几面镜子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就只用了两面镜 只用了两面镜 上面看人家就会感觉 无数面镜子 对 这棵树是本来就在的 我这个地方是因为漏水 修防水修了三年 怎么堵都堵不住 我就把家里所有漏水的地方 都排到了这个点 我把底下拿砖头垫高 上面再放上粗的桃栗 然后再放一层土以后 这个地方我就把这棵树 给种下来了 种下来以后 因为我想有一个树屋 所以它是我上面的房子的一部分 这个土是吃玉土 只要这个土一变深 我就知道外面下雨了 所以我等于是整个房子的 房潮各方面 等于是通过树来解决了 所以当时这棵树是从别处运来 我这棵树来的是从天津的 我一个朋友 这个榕树在北京是活不了的 然后一开始小的时候 还可以挪出去 后来都挪不出去了 只能给它盖房子 这个榕树就成了 他们的公司的负资产了 然后最后我说 你们要是不要 可以给我 他们特别开心 就给我送过来 太精彩了 这个家我最满意的就是 每一砖每一碗 每一草每一木 都是我亲手做的 那你以前发现你碰什么东西 很快上手的时候 你有一个野心觉得我要做很 比方说粒子碰撞器这种非常夸张的东西 还是你就觉得就是做这些手上碰得到的东西 一个人的能力能够完成的就好了 我在我就是备受记忆困扰的那个初衷的时候 我就在想那三个问题 我是谁 我就是大爷问的那三个问题 然后到了高中 我就觉得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就给自己当时定的目标就是 我每天都做一件我没做过的事 想明白的那个点是什么 对我而言就是这个世界之丰富 之大 之广 可能我觉得我 我中期一生每一个行业我浅尝一下 可能都不能够尝遍 是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也是在一个点上面 我深根挖得很深很深 好呢 还是我能够尝遍 那我选择了后者 我觉得我在一个地上深根 我一定没有问题 我平时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学人 但是我考试的分数 一定是个好学人的分数 那么我就觉得 其实这就是数 设计考试的人 所设计的那个方法 已经被看破的话 考试就很容易得到好的分数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些 难以启齿的雕虫小机 就甚至你看我的英语很差 我可能平时我连机格都很难 但是我在中考的时候 100分我考到了95 老实花20块钱去给我查卷 老实花20块钱去查你的卷子 对 因为在做多选题的时候 其实 有的时候我就刚看 选择答案就已经能够 能够猜出它了 你的意思说 多选题的那个 命题方式有 有积可循是吧 题都不用看 只要看答案就知道了 这不能讲是吧 这没什么不能讲 因为后来多年 多年以后 我有一次听一个朋友 他们在讲到某教育机构 他们其实教孩子 也有这方面的东西 哎呀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有什么好教的 这个就是原来你是用它来去骗别人 现在久而久之变成了骗自己了 因为你一次两次成功 你会误以为自己就很行吗 你会误以为自己掌握了吗 其实根本没有 其实根本没有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好的 那么我就觉得 那在这样的窄的一个价值认同体系里面 我去做一个别人认为对的事情 我就觉得有点浪费了我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很有限 当然 而且甚至我当时一直认为 我可能不见得能活很久 所以呢 我觉得那我为什么不去多看一看 多感受感受 你看这就是音乐之声 我把这个台阶里面都放了磁带 一节台阶是一年 都是你以前真的留下来的CD吗 哎 对就是一些没人要的东西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滑梯 进去以后可以直接滑到下面 你那是做给谁的 做给自己的 我在坐这个房间的时候 是因为有几部电影穿插在里面 比如说霍宾天神小屋 比如说哈利波特 比如那家传奇 因为在不同的电影里面都有感动我的瞬间 我把后来把这个全部都拆掉以后 像做雕塑的一样做这个形状 你看这个 像那个在地里挖出来的感觉 哇 你做了一个这个装 这是我买了一个旧的那个悬窗 很有意思的 我把所有的很多的一些电影的点 和我喜欢的东西我都给它放进去 你高中就已经知道你是谁 你要去哪里从哪来 这是当时的选择吧 就是如果你现在再重想一次这三题 答案还是一样的吗 一定是一样 是 一定是一样 因为我在初中用了三年的时间 想这个三个问题 那当时的答案来自你读了一些书 或者是你问了一些人 还是你自己想的 我三年一直是饱受校园暴力 然后呢 我自己本身有自己的生理上的问题 初中都特别矮 我只有1米44 半厘米最矮的 一个是身高上的问题 一个就是当时就是记忆的这个问题 然后就还有一个就跟人交往的问题 就是我是跟人交往是有一定的障碍 所以校园暴力主要是来自 你不跟别人交往还是你爱 我交往不了 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心里当时是觉得这件事很 你想要克服它 还是你觉得这太难了 我就是觉得人好讨厌 人好坏 然后我就觉得我跟人建立不了连接 我就去跟其他的万物产生连接 尤其是动植物 这个跟人建立不了连接的事 可以在当时是可以跟别人讲的吗 我不跟任何人讲 我也没有跟我的父母去讲 但是当一只小鸟落在我尖头的时候 当一只小松鼠天天跟着我的时候 当一只小鸡我把它从市场上救回来的时候 那一刻我是极其满足的 就我其实生活在一个当时还是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 那时候的北京就冬天只有大白菜吃 到了九几年以后才有了那个西红柿酱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喝牛奶都是要评票的 都是给你张卡 然后上面有日期你要拿这个瓶子去换牛奶喝 我每次换牛奶我都舍不得喝 我都是为那个小区里的流浪猫流浪狗 就把那个牛奶倒在那个地缝里 他们过来舔着喝 他们在喝的时候呢 我也在咽口水也咽一嘴 就等于这样我就觉得就是喝了两份 就他也喝到了我也喝到 所以呢我就就很满足 那你可以提出不要上学啊 不要上学那父母会打死你了 你有想过吗 就我小学还还蛮好的 然后初中我就觉得蛮不好的 然后那会儿其实在某一个阶段 我那时候一直想上大学 我觉得我自己水平够了 然后但是那会儿也不能跳机 后来我就去高中就就等于像玩了三年 一直等着等着上大学 没有同学能够看到你那个特别的部分吗 我不知道 我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特别 我只是觉得我特别不喜欢跟别的东西在一起 OK 等于说连朋友都没有交到 同学中没有人成为朋友的 几乎没有 那如果让你开一个学校 你会开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开一个学校 我想我一定努力的让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 是 可能是偶然的这种情况导致我不接受教育 反而让我看这个世界 用自己的方式再去 重新再去 再去看 我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你有养成一个非常挑剔的习惯来面对知识吗 我反而是走到另外一面 就是我敞开所有的胸怀去拥抱它 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没有走错路的地方 你只是角度不一样 你没有必要 也没有理由去瞧不起人家 在这某条路上走得很远 但恰相反我就会很好奇 是什么能够支撑你 能够走这么远 能够研究这么深 一定有好玩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有趣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蛮多蟹都已经出来 它也跟它饿了 我得给它们换点吃的 所以作为你的模拟地球状态 螃蟹是很重要的检测的依据吗 还是 其实我喜欢 你喜欢 对 我觉得它们长得太奇怪了 太有趣了 太没用了 那条鱼生病就去医生虾那儿去治病去了 这些都是风尖虾 它们只能剪掉在地上的 然后给吸进去 像这种深海里的鱼 赤刀 这牛角 就是那个香屯克 它的外骨骼的 这也是外骨骼的 它造型现在太好笑了 我觉得这已经超厉害了 我只要看到一朵海盔活着 我就觉得好成功哦 这个鱼 没有没有 对我而言就当于一次大灭绝以后的样子 原来我的鱼缸一直都处于大灭绝的状态 我像炼金树一样也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模拟一个海底 我用钙美丝木甲 用台湾青纳 用所有的分析纯和一些盐 我在做海水 是因为它们跟生命起源有关吗 我就是单纯地想 就是那地球一开始不就是一帮水吗 然后水以后呢 你要有太阳嘛 太阳好模拟 是光嘛 我用比如用卤素灯 艾维地灯 我们现在可以模拟太阳 那有太阳就有月亮嘛 那还有月光 那月光呢 一个高色温的灯也可以模拟 那么既然有了月亮 还有引力 有了引力 它就会有潮汐 那有潮汐的话 我放了几个造流 就可以让海浪开始开始吹 然后里面放了石头 我就看它的变化 那几个月以后 它就真的产生了很多生命 可能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你的答案是 所以我答案就觉得 也许万物皆有可能 也许有很多事 不是演化 也许是不知道 所以 对 而且你看我这边 也是一个小实验 这个缸里面 就基本上 都是用淡水在补 它一样可以让一些鱼 它可以适应 我这个目标 就是一年不换水 我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它也在适应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两个 就完全是一个相反的一个 那边的实验是告诉你 其实任何东西 它都是独一无二 它都是 你没有办法 你就算模拟自然 模拟的在相 它也很脆弱 你有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做到 但这个就又告诉了我 你看 就是 就可以用两句话 这个就是 人定胜天 那就是天定胜人 是 那你是不是可以受聘 去当一个自然博物馆 或者植物馆的馆长 但凡跟职位有关的东西 我觉得我都不感兴趣 因为要管理人 对 因为我觉得要开会 OK 那又怎么样 浪费时间 好惊人哦 我根本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翅膀 这边也是你的植物墙 对不一样 这个墙上是无土的 也有一些这个 苦举苔的植物 你看在开花 然后除了灯光 这都是人工模拟的 这是LVD灯 它的枝干可以这么出来 支撑得住 你可以去修剪它 让它慢慢慢慢长成这样 OK 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这鹅掌柴在南方 就是一个绿化带里的植物 但如果你把它放到了一个好的位置 并且给它修剪 它不就是也能成材 是 对吧 人不也如此 玉衡你说你养这些植物 可以真的让你心情稳定 然后变得 它能够供应你 一些让你快乐的东西 是真的具体的是什么 首先我这里最难的是 如何让湿度和气味平衡 因为我那边有书 书其实是洗干的 然后这边植物呢 它是洗湿的 对 所以我需要中间达到一个灵界点 所以我对于味道和这个环境 我是有一定要求的 就像沃尔沃 对我选车也是一样 我觉得就是车辆本身安全肯定是第一位 对 还有就是你在车内以后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那其实味道也是一个安全的一部分 所以说如果你的车里的内饰 用的是这种低敏的环保材质 然后像它还有一个空气的一个净化系统 可以过滤到空气容95%的PM2.5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会对你的健康是有所保证 对 平时我在家里面是这些植物来 像一个肺一样 帮我去净化 那到车里呢 会有更好的系统 就是我不会说 因为我喜欢这个植物 我就买回来 就把你放在了一个花皮里 或者一个花盆里 我说二十八里的邻居都牵过来 你原来在这个周围的都有谁 我尽量去找 尽量让你恢复成你的那个环境 我就会发现 那一刻它所呈现出的那个状态 是你以前没有想象过的 你跟植物的相处当中 你会给自己一个活着的态度 是就是活着的时候就享受这个生命 没太想清楚自己什么态度 就觉得我能够把他们策好就好了 那你在这个学术系统里面发表论文吗 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水平和时候 因为我内心中知道我还在失败中 我是一个会去否定自己的 我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反思 你最近否定自己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楼上的院子我正在拆除 三年的时间它曾经很美 美论美奂 无论照片视频 我如果发出去 大家都会觉得很棒 然后我的鱼也是 我从这么小的鱼 我养到了十几斤很大 所有养鱼都说你第一次养 我就能把鱼几年 两年在北京能够过冬 很好 但是我现在宣布失败了 我觉得就是你交学费的那一刻 就是当你觉得自己觉得还不错的那一刻 我今年就是一个简单的两个失误 就导致了前功尽弃 一个是冬季的养护的时候 我为了能够保温保得更好 我就把这个膜 就是封的就 因为我们保温嘛 封闭嘛 结果你太封闭了以后 它就密不透风 然后呢 我因为秋天没有去修剪 过去三年长得太密了以后 它里面又产生了菌 然后那个菌出来以后 它就会导致整面墙都被感染 然后呢鱼池子也是一样 因为呢可能自己 就是每一次都成功嘛 慢慢的你就大意了 然后我就在春季的时候呢 没有力行的去做完消杀的工作 我又去买了一些新的鱼 买了一些新的鱼 进来以后它产生了一些交叉感染的问题 然后呢也产生了一些感冒的问题 我就当感冒去治了 但没想到它可能是个病毒 整齿的鱼就被团灭 所以我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捞鱼 捞死鱼 你会很痛苦 然后你就会再去反省自己 就是去复盘自己的每一刻 每一步 因为我坚信任何好的事情会变成坏的事情 但同时我觉得坏的事情也一样会变成好的事情 那么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我的系统需要再升一级 那么我可能对于物种的认知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局限 那我就再改变 再动 再变 然后我觉得不能让他们白死 我今天收获蛮多的 第一个我看到一个比我还爱囤雾的人 我觉得很欣慰 就是我囤雾囤到很有罪恶感 结果这位就囤得比我十倍以上 而且东西都比我麻烦得多 他囤的是活物 他的鱼还得要照顾 他每件东西都亲自打点 然后我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他每一个说毁灭的东西 都是我觉得最好的状态 我在海水缸里如果还有鱼在游 我就已经觉得这成功的要命了 我在海水缸的毁灭样子 就是真的鱼都死光了 他带我去看他的院子 说这是院子毁灭状态 里面还有六条井里在那边游泳 水边还会冒烟 就这在我看都是仙境 他竟然说毁灭了 就是他的标准跟我差太多 我觉得你的审美当中很多 是来自于你对于细节的在意 就是美其实是各有其美 那么对于细节而言的话 我是觉得细节往往是有趣的点 就是有趣往往都藏在细节之中 细节会让人有一种触感和其他的感官 因为五感不光是视觉 它还有其他的感官 就是像北欧它有这种就叫斯坎丁纳维亚的这种设计 它也考虑到一些流线 考虑到一些质感的东西 你看比如说像沃尔沃很喜欢它这种贴木皮的方式 如果简单我们贴一个薄薄的平的话 没有这个弧度 你会觉得它就是贴了一块皮子 但是如果它有一个弧度 你感觉它我放了一块木方 所以一个小的细节就会让你感觉到 它的质感是加厚的 还有就是沃尔沃经常是跟安全捆绑在一起的 我有时候去记它的标志 我说这不就是记个安全带吗 然后它其实是在坐一辆车的时候 它会去做大量的安全的一些技术分析 他们收集分析了超过4万辆汽车 和7万名乘客的真实事故数据 用于安全技术研究 成立了鼻子小组 这些小组成员不干别的 就专门去闻车 就闻车里的味道 就是如果他们闻到了有意味 那么这个车就会打回伸展线 正常的话我们这个东西放在这里面 它会有气味出来 那如何让气味变大呢 我们就把它加热就好了 行业要求的是多少度呢 跟沃尔沃的标准差了2.6倍 因为沃尔沃要求是在65度的高温下 放高温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夏天停在太阳底下的时候 那个温度里面就是特别高 这样的话呢 就是它经过这个测试以后 也就是在极端环境下 到底能挥发出多少有害气体 那么是能够测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和环保的级别 那么就会让你更放心 有趣的事情这么多 你也有可能对于庭院 就兴趣就到今年为止啊 不会的 我做任何事情就是会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比如像我养花养草 那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去打底 你不会都是自己劳动的去做吧 对 必须要自己去做 每一根草 每一块石头 包括院子里的每一个 都是我自己亲手种的 我就 这手上就是满是伤疤 满是劳减 然后枝节份里永远都有泥 对 那是为了要体会那个乐趣而劳动 还是你劳动本身觉得很快乐啊 如果你不是自己亲手做的 你根本就不能够说你了解和知道 因为我种这一颗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想象 它未来六个月 未来一年 未来两年 它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是别人种的 我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 它种下去的时候 这情况是什么样 它就算活好了 它也有可能是偶然 但是如果我自己亲手种的就不一样 我上面2400多个格子里面 不同的植物 我都能记得住 是 对 然后它每一年的变化 我也都能记得住 那你有听过别人觉得说 王一恒的才华 一只碗 很浪费 就有任何你身边的人 会跟你直接这样讲吗 对 会有很多人这么说 就有很多人跟我说 你应该去造芯片 你应该去做这个 去做那个 我心说 我说 这不是我的问题 这个就像我种花一样 种花有的时候 是种子的问题吗 不一定 土壤也很重要 水也很重要 空气 阳光 方方面面 都很重要 而且就是 与人合作这件事情 它未有会牵扯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很有可能 如果做这些 大家希望和想做的事情 我大概有可能也做不成 然后我的时间也浪费掉了 对吧 也有一个高人曾经说过 就是哪怕我拔一毛 可以立万人 我也不拔 你看我这里面有一些 这是一张藏书票 藏书票 对 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藏书票 我还有余果的藏书票 这个您肯定有印象 这是他们在赛列路的那个 对 赛列路 这是一修哥的 你看这个是连着三张 嘴慢慢张开 对 就是因为 有的时候就童年的债 就那一瞬间 你就觉得有印象 你就回去买 而且它也是我大学专业之一 修念大师兄 修为门 这是以前东 对 以前印的话呢 颜色特别扎实 这是英国的鸟类 然后这本书呢 其实是一本特别的书 就是可能只有一版 它是定制版 这个书装丁很有意思 你看看它这个地方 它断了一次 对 它重新粘了一遍 你读文字的内容吗 很少 看图 对 你看这里面 当时就因为 他说它里面有这些插图 对 我就把它买 然后我发现这本书很有意思 它居然没有装丁 对 都是单页 全是散页 全部都是散页 所以 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装丁了吧 但是我觉得印的还不错 还很有意思 这魔界周边我没见过 一个场景 这封面好漂亮 你就是为了这封面买吗 对啊 就是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看它们 你就 可以忘忧 对 早期的这个节目呢 是要你挑战你的极限 挑战人类的极限 要做出 是视觉上的那种 不可能 大家看到不可能 所以当时 科学団就提出说 那你能不能看水 那就这个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 不可能做到 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 这个可能有点 不太可能 但是后来我试了一下 我发现 可以 水长得不一样 就像您这个纸一样 我随便开一包 A4纸是新的 任意抽出一张 我看过了 你再放回去 我一样能把它找到 就是 就是其实这不是什么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脑力 或者说是一个 特别特别强的能力 这只是说 你能不能在瞬间 能够让自己的 所有感官都闭上 只留下一个观察 我问一个很蠢的问题 是你刚刚说 你把我这叠白纸 如果散开来 你认得出每张白纸都不同 那 一定有人觉得 你跟你打麻将 你是每张牌都认识的吧 如果看牌的背面 是可以认出来 扑克牌也一样 扑克牌也是一样 所以你完全可以 跟人家玩牌 然后你认识每一张牌 多无聊 你没有这样做过吗 我在抽烟喝酒和打牌上面 我不花任何时间 不做这三件事 能让人类置影的这些事情 我基本不碰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的 就很小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 觉得时间是不够用的 就是我觉得太多 会分散我注意 和吸引我东西很多 你时间不够用 可是你刚刚给我看的那些书呢 你光是要找到他们 就要花很多时间 对 所以就时间都给了他们 是 所以好 等于说 别人眼中的无用之事 对你来讲 是你必须做的事情 无用之木放为什么 对吧 我有点抓得到 你对物品的那个执迷 好像是它得跟文明有关系 然后得取材质大自然 是这么一个范围吧 可以跟文明没关系 比如这一墙的植物 就跟文明没有关系 所以讲大自然比较准 可是也没有 你对很多人工的东西也很喜欢 也还会感兴趣 不管你把自己这个能力当什么 就是你没有打算要让它去完成所谓的工业 没有 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 那出了名的这个名 带给你的是什么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感受 一开始是觉得有一点点不方便 你去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 就总觉得就是你周围的朋友 就认识你的人 不能称之为朋友 就是会有一点变化 就我更难判断 你是因为什么来找我了 最难的其实不是让自己一直有名 然后一直让别人看到你 最难的其实是应该能不能回到你原来的这个轨道里 然后还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 你现在回到你的轨道 对 我是经常没事就回来 然后可能不知道什么事 也把我又拽过去 然后我就再回来 姑且不论出不出名 参加那些节目让你觉得有趣吗 这个还真的挺让我 就有收获的 就是我看到了就是很多人生的东西 比方说 比方就很有意思啊 其实很多人就是奔着这些名和利来的呀 但是凡是特别想要这些东西的人 他最后几乎没有得到 我就一下能理解 为什么以前说叫无欲则高 就是因为你没有太多这些想法的时候 其实你就懂得拒绝 你就比如说你可以拒绝台本 对 你可以拒绝一些设定 电视台就是一个炸汁机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橙子 扔进去炸完了还有下一个 所以呢 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对吧 我就是那个不一样的烂苹果 他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功力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视为入住 他一定双眼蒙了猪油 你在参加的这些节目中 有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 是你认为 这个人跟我是同一种人 我在节目里面 我就见到了很多孩子 所以我每一次 我就比如说我当队长的时候 我就会选这些小朋友 我就希望他们能够 干干净净来 清清白白走 我就希望他们能够体会 这个比赛的快乐和单纯的游戏 你这整个花了多少时间 这是我自己做了三年 对 过去那三年不是没出门吗 然后这些都是我装上废墓板 然后这里面藏的一个房间 我说我女儿最好的学区房 就是我的书房 这里有她的一个空间 这是她的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 把自己多关 对 关起来 然后消失在这个空间 对 我也喜欢 超棒 完全可以用的书墙太好了 不是那种够不到的 对啊 我一直觉得那些书墙 就是她怎么拿书呢 对 然后我当时自己做的时候 这个空间我算了一下 刚刚好 可以做两层 但是你要做这么一溜 书架就很贵 可能需要十几万 是 然后我就自己买了那个货架 然后自己拼装 这一共花了五千六百块钱 然后所有灯呢 也是自己安装 然后这个当然也是做完以后 我的那个清华的同学就说 他们涂墨的就说 你这个承重能行吗 你看我底下没有柱子 对 就完全悬空的 对啊 对 当时怎么判断的 其实我所有的这些架子 是挂得下来的 墙上的垂住力 才是主要的力 不是落在上面的 天哪 那有些书喜欢的 我可能会弄两套 同一本书 我有不同版本 你看这有日本版的 英国买的 琴谱 对我03年的时候就开始 就喜欢古琴 我这里还有手工做的这个车呢 这是最老的弗兰克林三驾马车 这三驾马车全部是手工做的 一整根木头做的 你们当时手工做的 对啊 哇 这也做得好 漂亮 油车 油正车 然后我把这个楼梯就藏在了后面 我小时候生在上海 我上海弄堂里面的楼梯比这个还窄 我这个还稍微的坐宽了一些 我看到你的收藏品当中有很多奇幻的东西 那个对你来讲是从这个凡人的世界的可以逃避的一个想象 还是你觉得你是那边的人呢 我就是觉得我其实骨子里是有一些浪漫 当然我平时生活也很浪费 就是比如我这个空间我是有名字的 我这个空间叫漫漫漫漫 四个不同的字吗 对 这个所有的书是树心旁的漫 OK 我这里有鱼缸 是散点水的漫 然后我这里有植物 是草子头的漫 然后我这里有帘子 是维漫的漫 像有一本书叫原丁与木匠 木匠就是你不管你给我什么材料 我最后都能给你做成一个家具 做成同一把鱼 但是原丁就可以来不同的花 我就放到不同的位置 成像不同的样子 你的女儿有觉得这个空间 是很适合她生活的吗 倒没有 我觉得孩子往往是她喜欢她没有的东西 所以她现在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觉得这是我最头疼的地方 最痛苦的就是这 就是我跟她深度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在跟她交流的时候 我在内心特别的苦涩 就是我在问她 我说你喜欢什么 她告诉我 NASI 然后我就问她 你有什么爱好吗 没有 她说的所有的东西都跟我是正好相反 我对于世界充满了好奇 渴望 我对很多东西我都很热爱 她全部都是 她是故意闹你的吧 没有没有 她真不是 你不是常常带她去旅行吗 对啊 对啊 你特地带她去看的景物或者动物 她都觉得没什么 她可能见多了吧 比如她去一个动物园 或者她会说 这还没咱家好呢 这个养成这样也不怎么样 然后这个我就想 哎呀 这挑毛病倒是都随了我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暂时吧 暂时 我觉得还是因为 她没有碰到自己最爱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那个年代呢 太饥饿了 就匮乏感太强了 啥都没见过 然后有一段时间 特别要跟我说要去看鲁迅 鲁迅 然后我一看这时间点 好像跟我小说的那个也差不太多 哎呀 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 人可能他就是在某一个地方 他会去 然后我就像金庸的小说 是我曾经看过 整个大学陪伴自己的时光 我也会给他看 我也会跟他说 我说你看这里面 但凡是这个 这个就是 恨不得你死我活 都是真夫妻 但凡举案 奇眉 相见如病 都是假夫妻 你跟女儿讲 夫妻的事情 她能够懂吗 就越是不懂的 她越爱说 我觉得可以说呀 那她会跟你讲 她的感情状态吗 会啊 包括他们同学的那个情况 包括 对 所以如果她长大了 然后脱离你的生活了 你会很无聊吗 我觉得不会啊 我觉得我 我就是无聊 跟我是最不相关的一个词了 我觉得我不会无聊 她其实更多的 我觉得帮到我的 就是让我去 如何与我自己的父母相处 我每当去想她的时候 我这时候都会先给我妈发个信息 问我爸怎么样 每当她对我 这个发脾气 或者是误解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 会去跟我爸聊天 跟我妈聊天 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 就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比如在她这里呢 我觉得她的出现 就是对我也是一种反思 就是你作为一个子女 你应该怎么去做 所以你知道 我跟我爸妈打电话 时间都非常长 很多人不能理解 说你跟你妈打电话 能打一个多少两小时 我这一个多少两小时 我基本是在听 我其实没说什么话 但是我觉得 这个还是很重要 因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听她跟我说呀 但她不会跟我说的 所以我觉得 当我想要的时候 我爸妈肯定也想要 那我就应该 把这个感受 给我爸妈 我自己访问过一些 所谓的天才 是得过 很大的学术奖项的 不管是物理奖 或者是数学奖 就是这种 国际上认可的一些奖项 然后呢 访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没办法跟我谈 他们专业的事情 因为我听不懂 我的观众 大部分也不知道 他们讲的物理理论 或数学理论 然后归结到人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 人 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事情 就是他们生活里的事情 讲到人的七情六欲 或者是喜怒哀乐 就都 还是得接受人的考验 这是跑不掉的 你有去测过你的智商吗 有啊 是很惊人的高吗 还好 你智商这个东西 你测多了会越测越高的 因为你会 它都有一个模式 对对对 它无非就那几个 几个板块几个项目 这个跟刷题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重要 而且我也不觉得 就是智商是决定一切的 那你有在想 智慧这件事情吗 智慧 智慧 智慧是 是一个 可以不可求的 可是 你有药吗 我觉得我不能去药 我如果去药 说明我没有智慧 我觉得智慧可能更多的是 一种 道 聪明更多的是一种 术 你随着年龄的改变 你觉得你这个人 有在改变吗 有在改变 我觉得人跟年龄 是有很大关系 所以你最近感觉到 自己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我老了 就人的一个经历 然后眼力 还有很多东西 确实是 就是机体的这个衰老师 是真的是有 但是 但是我更多的就觉得 你对于很多以前 不明白的一些事物 你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知了 那一刻你还是蛮 蛮开心 是 你是一个可以 就改变之后 你可以体会到里面的乐趣的人 就你不会死抓着 以前的那个东西不放 不会 所以你现在如果在看同一批水 结果看不清楚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看到它 我觉得 也就是能看到 它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我要证明的事情 已经证明完了 那如果有另外一个人 他现在他看到了 你会跟他说什么 人人都可以做到 你说我也可以做到 就像我们种花一样 我经常说 我说这花的花期不一样 我那个院子 春天一个景 夏天一个景 三月份是三月份的花开 四月份是四月份的花开 我那个永远不开花的 就是棵树 是 有些花开得很灿烂 它是个草花 一年生 来年都不知道去哪了 它可能就是一年棚 但是你也小看一年生的一年棚 一年生的一年棚 它是先锋植物 哪里有荒地 它就占领哪里 所以它会在这一年的生命里面 它永恒织起来 但是那一棵不开花的树呢 那它也许有它其他的方式 你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所有大树之间 是这样的关系 树因修彼 它们之间都知道 互相的你让我 我让你 你看到越高的树 它有一个特点 它下面都很凸啊 它只有在顶端有一些枝叶 越大的树 它就越有可能会获得 更多的养分和光照 那如果它要懂得 舍弃下面的空间 给那些地背植物 矮些的植物 那这就是会有一个丛林 它会有了阶段 这些地背植物 可以帮它涵养土地 独处跟寂寞是两件事吧 就我可能很孤独 但我并不寂寞 所以如果来了不对的人 你只会觉得烦人而已 我尽量不让不对人来 对 那可是你也知道 地球上最后不能只剩你一个人的 是 是这样的 但是我如果去一个没有人的星球 我觉得我也能活 如果现在出现了外星人 说 带我走吧 你会说好吗 不会 不会 你不会好奇那边是什么吗 不会 你会拒绝它 因为我现在的地球还没有享受够的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不确定的 而且在于我对于人的信任 这个人里面也有外星人的 就我不会那么的信任 对 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家 还有我在乎的人 这些东西是我能够确认 是 我不是解恩义生 一般人好像都把它形容为是天才或者是奇怪的人 可是我没有这样觉得 他就是一个喜欢美丽的东西的人 所以显然他就没有把社会对很多事情的分类标准放在心上 那就是 这是挺好的 这个还可以调 上面还有扣 还有锁 可以锁上 然后 这个就前面拖着走 很轻松就可以拖走了 哇好强哦 你说是一八 十九世纪中的吗 对 这么有少有一天我能够做到这个 对 这太精彩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 这个是单人的 对 那前面拖的人是 前面拖一个 后面推一个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 人力吗 对对对 就是人力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还可以刹车 是 然后后面的扶手也做得很漂亮 这整个真的很美 彩绘也很好 就唯一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后来加了一个 因为他织不起来了 他已经织不起来了 按理说他靠这个是可以织起来的 可是这个为什么也在你的收藏范围啊 就是我觉得他美啊 是 实际上美 而且我减震做的特别好 你看这么多年了 对 你做上去以后 然后因为他的减震 他是木骨落 然后你也不觉得垫 对 然后很舒服 你上去那一刻就是 就是厉害 对 哇 很棒 他这个是什么材料 就是木头 木头 木轮 木轮 木头骨头 不是轮胎 不是 不是那个橡胶 是木头的 是木头的 木头 木头 木头